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带课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这几天心情不好 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从三天前开始 老师的课就由助理老师来代替了 这位助理老师就是那位身体瘦小 没有胡须 看上去非常年轻的老师 就在今天早晨 班里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太开心的事情 助理老师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他从来不动怒 就在他刚来代课的头两天 教室里面总是乱糟糟的 他也只是和颜悦色的对我们说 请大家保持安静 但是今天早晨 学生更加的过分了 所有人都在大声吵闹 连老师讲的什么也听不清了 老师不停的喊着 请大家保持安静 安静 但他也只是白费力气 学生一点都不听他的话 校长已经过来巡视两次了 可是大家一看见校长走了 就又开始叽叽喳喳地闹了起来 而且声音更大了 卡龙和戴洛西朝全班同学暗示 让大家安静下来 老老实实听老师讲课 可同学们谁都不理睬他们 继续玩着 闹着 这个时候 能保持安静的只有斯黛蒂和卡罗斐了 斯黛蒂支着胳膊 好像还在想着那间有名的图书馆 而卡罗斐正在专心地制作参加彩票抽奖的申请表 只要两个同币就可以买到彩票 中奖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漂亮的小礼物 而其他的人则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整个教室乱作一团 助理老师毫无办法 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他抓住捣乱学生的胳膊 摇晃着他们 让他们面向墙壁发战 但是 这样的做法一点效果都没有 老师也没有办法了 他请求式地说 难道你们一定要让我惩罚你们 这样你们就满意了吗 助理老师握着拳头 他十分生气 眼里似乎含着泪水 说道 安静 安静 请你们安静下来 老师说的话已经能让人感觉到他的愤怒了 但是 即使是这样 教室里的吵闹声还是越来越大 弗兰蒂甚至朝老师扔过去一个纸团 还有人学起了猫叫 大家一起闹 一起玩 根本不像是在上课的样子 这个时候 学校的擒杂工来了 说道 老师 校长叫您去一趟 老师一副十分难过的样子 他绝望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的吵闹声更大了 突然间 卡龙紧握着拳头站了起来 看起来有些生气 他大声喊道 闭嘴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看老师老师 就这样欺负他 如果老师打你们 你们就高兴了吗 你们就老实起来了 对吗 你们这样做太卑鄙了 太令人瞧不起了 如果谁再敢嘲弄老师 我就打掉那家伙的牙齿 看你们害怕不害怕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没有人再敢说话 这时候 卡龙真是个正气凛然的英雄 悄悄 此刻他就像一头发了怒的小狮子 他盯着那些吵闹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地看 他们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当老师回到教室来的时候 他看起来两眼通红 教室里已经听不见一点吵闹的声音了 老师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看见卡龙 立刻明白了教室里发生的一切 他看着卡龙说 谢谢尼卡龙